哇 太棒了 刚才两位教练打的这个拳法 真的是像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真的好美哦 那教练 听说待会还有一个更厉害 更特殊的工法 是不是可以带我去了解一下呢 好啊 我们边喝茶边聊 太好了 走吧 好 哇 敏娜现在在一个这么古色古像的地方 听着这个潺潺的水流声 真的让心情沉淀下来 还有闻着这茶席之间淡淡的茶香 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呢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梅门太极拳的教练 赖炳瑞教练 来让大家教教说 怎么样用这个养生工法 让自己越来越健康 欢迎赖教练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教练啊 这个地方这么古色古香啊 他称作梅门六条通 那六条通呢 位在林森北路这个位置 但是呢 条通 大家知道呢 在日本日语是巷子的意思 可是我们的条呢 不是条条大陆的条 是叫条里的条 是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梅门六条通呢 我们那个 当初啊 在这个要请购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都跟我们说 哎 这个地方啊 文化不太一样 你们这个 这么有文化气息来这边 可能不太适合 那时候我们李凤山师傅啊 就是特别讲说 我们这个六条通 就是您刚刚说的 条啊 是调养的调 调整的调 那为什么叫梅门六条通呢 师傅做了一个 一个记章 好他这样讲他叫 田雅之梅 众妙之门 宇宙之六 旷达之调 仰护之通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这个 眼耳鼻舌生意 六四上 去调整 以至于我们能够 六四通透 人哪 这境界就能够提升 听起来真的很有学问 所以原来六条通是调理的调 是 让这个地方有一个不一样的文化的一个氛围 真的是非常棒 那类教练刚才呢 在这个开场的时候啊 有看到您和另外一位教练啊 在练的这个功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太极拳 太极拳 是 刚刚那个示范真的是很厉害 很帅气 让我忍不住为你鼓掌 那这个太极拳啊 可能一般民众比较不知道说 和气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太极啊 是我们中国人一个非常上胜一门学问 它其实是一个一套哲学也是一套这个生活的方式 那为什么会加上拳呢 拳就代表说它有工防的技巧 也就是它有工有手为之拳 那我们的这个如果单纯讲太极工的话 它就是气功的一种 所以气功跟太极它是密不可分的 那我们的这个太极拳在锻炼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这么样被很多人推崇 尤其是外国人 就觉得说这个中国人的代表 一个就是太极拳嘛 没错 就是因为练了以后啊 它也有练气的效果 气功主要是以这个锻炼呼吸为主 就是我们李凤三师傅对气功下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凡是在呼吸上下功夫的就叫气功 好 那这个拳它就有工防的技巧 所以说这个气功跟这个太极拳啊 它有些地方是有那个相通的 有些地方它是这个不太一样的 好就看你怎么样去这个分辨它 了解这个经过教练啊 这样一般解说之后 诶我有一些初步的一个认识 那一般民众可能对于这个练气功啊 觉得说我这样调养我的呼吸 诶是不是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那一般民众在练气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这个放松上面 因为现代人的这个压力很大 有时候来自环境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教育的压力 或者是这个经济的压力 其实各式各样的压力 造成现代人很多人都很紧绷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是不自知的 对耶 是不自知 就身体就会僵硬在那 对 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说 很多人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发现 诶我为什么去检讨说自己为什么生病 结果都会发现说很多人都来自于这个 刚刚讲那个压力两个字 没错 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放松 可是只是注意放松还不够 还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要保持中正 就像我们练功 我们一定要先把身形占中正 然后规规矩矩的练习 动作要要标准 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效果才会出来 如果这个只是注意放松 可是那个随随便便的练 它效果也不好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刚才啊就是很好奇说 诶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叫眉门 眉这个字听起来很典雅 当初呢为什么会这个地方取名叫眉门呢 是 呃我觉得这个要讲讲我们师父的故事啦 是 呃当初我们李凤山师父以前最早年的时候 是叫一气流行 好我们全名叫眉门一气流行 那在还没有登记有案的时候就叫一气流行 后来因为学生变多了嘛 然后在这个要在这个内政部要登记有案 所以在成立这个机关团体的时候就去这个 申请啊 对 那个承办员他就他就问我们师父跟你说 诶你什么门的啊 哪门哪派的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师父就说 我没门啊 意思是我没有门派的意思 哦没有门派也不是什么叫 对对对 然后师父就讲说 现在门派太多了 不要立教也不要再立门派了 不差我们一个 我们就是做去该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结果那位先生呢 他就把他那个 哦没门啊 就写了那个 梅花的梅就写上去了 然后师父一看就说 哎 梅门 这个梅啊 是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花嘛 又是这个 越冷越开花 象征坚忍不拔 是 所以说好啊 那我们就加上这两个字 就变成了 梅门一气流行 所以是师父的这个中心思想吸引了你 对 师父的这样一个正知正觉 让你觉得说 哎你想要加入梅门 那特别是师父他这个独创的平甩养生功法 对 他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创立这样一个平甩养生功法 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是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好因为 师父第一个从小练功 小时候就爸爸启蒙之后 又经过我们很多的师尊的淬炼以后 甚至到国防部接受武功队的训练 那在这个点点第一次训练当中 师父一直秉持一个想法 师父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 就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练的功夫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受惠 都能够练 而且是用简单的方式 对 那因为这个养生功啊 有这个上千上万招 那有些功法他的这个难度是高的 你不容易学 有些功法呢 他时间很长 有些地方他需要场地的限制 还有性别的限制 那师父就在想说 我怎么样找到一个功法 他是可以 尽量没有限制的 从这个小孩到老人都可以练习 就是0到99岁都可以练 对 然后所以师父就想说 这个甩手蛮好的 这个甩手是来自 少林寺的达摩益晶晶的甩手功 哦原来他是来自达摩益晶晶哦 那师父觉得说人都有手嘛 甩的话促进循环很快 可是这个甩手功啊 他有个限制 他要 他要那个 呃 脚要抓地 要提纲 要舌顶上二 要力量要前七后三 然后呢 孕妇不能练 因为会流产 老人家不能练 体力太弱 小孩学不来 因为有难度 那师父就想说 那这样的话 还是不足以达到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 可以普传的概念 所以师父就融合了这个太极的意境 就是把太极的放松 好刚刚讲的那个中正融合进去之后 把它改良 以至于他产生了所谓的 从甩手功就变成了平甩功 甩手功变平甩功 然后融入了这个太极的揉 对 这个地方揉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老人家 孕妇 小孩都可以练 对 这是一种普传的概念 什么时间 什么场地 什么性别 甚至连什么样的状态 有些人生病了 也可以练 所以等一下 那个大家会看到 坐着也可以练 坐视平甩功 对 那站着也可以练 站着练更好 Mina现在身边呢 多了一位美女教练 先请这位美门太极拳的教练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我是义安 义安教练 听说你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练这个平甩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会想说 来练这个平甩 我小时候是因为 鼻子过敏 跟皮肤过敏 很严重 然后还有每个礼拜都有感冒 然后因为五岁嘛 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吃咬 然后爸爸觉得这样 不是办法 那就带我来美门 学气功锻炼 原来练气功还这么有好处 可以调整自己的体质 那教练这个从小练这个平甩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 对HG对小孩来说 就是可以改变他们的这个体质 然后呢像我自己本身练了以后 我那个22岁练到现在练了22年 就22年没有用到健保卡 那我们医安师姐呢 她从5岁到现在25岁 20年就没有用过健保卡 所以意思就是说 练了这一套这个养生功法之后 都可以20多年都是可以减少 用到健保卡的意思咯 对主要就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自己能够 从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回到健康的状态 那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老少咸宜啊 全家大小都可以练的这个标准的平甩养生法 那我们请教练来示范一下 我们今天来示范这个战式的平甩 首先 与肩同宽平行脚 好 脚尖要确实的朝前 好 接下来 双手平举 与肩同高 与肩同宽 好从肩膀 手肘 手腕 反到手指尖都要平平的一直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这个动作 来平甩 走 1 2 3 4 5 5 1 2 3 4 5 5 每次甩上来的时候要甩到 同样的高度跟宽度 第五下的时候 轻松的蹲一下 弹两下 好 只要你能够保持放松 自然的 这样借着他的弹力上来 契机就会整个循环到我们的全身 好 那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 收工 好 好来 慢慢停下来 好 手轻松的让他荡回身体的两边 接下来把眼睛轻轻的闭上 好 溜完工后 不要急急忙忙去做其他事情 放轻松 调整呼吸 好 大概调个 5席左右 好 整个稳定了 放松之后 再去喝一杯 温开水 好 好 来 脚抬一抬动一动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战士的平甩弓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坐式的养生弓 对一些这个体弱的人 或者是说这个脚不太方便的人来说 坐式养生弓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式 好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第一个还是要与肩同宽的平行脚 好 那在练习之前呢 要稍微的稍微坐一下下 把身体坐正了 坐稳了 放轻松之后 再开始练习 好 来 双手平举 与肩同高 与肩同宽 一样 从肩膀 手肘 手腕到手肩平平一直线 等一下甩动的时候 放轻松的 每5下一个循环 好 大家先看好 来预备走 1 2 3 4 5 5 这个第5下 它是有学问的 我们的这个战士的平甩弓 第5下它是弹2下 但是呢 这个坐式 它膝盖是锁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的这个心理上 还是要有个感觉 我要往下沉 好 随着我的心理的这个意念往下沉 我的契机还是能够往下循环到脚底 好 所以还是以5下一个单位 如果你能够按照这样方式练习 其实有很多的本来脚有问题的人 练到后来啊 就可以站着起来练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收工 来 慢慢的停下来 静坐一会儿 好 效果会更好 在透过这样甩动的过程当中 让你自然的呼吸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平甩 可以这么受到这个普罗大众的 这样子一个甩练习的方式 那在练这个平甩对于 一般民众它的你说可以调整体质嘛 那它好处是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越练越健康 嗯 嗯 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气功的这个四大功效 好 第一个是循环 第二个是排除 第三个是补充 第四个是平衡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身体开始循环 那循环开始启动之后 它就会自然而然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往外散 好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 欸怎么摔着摔着 哇手指冰的 或者是有时候手指会发黑 好 那是一个排除的现象 那 循环排除补充 如果到了相当程度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平衡 身体的平衡 我们就身体健康 那身心平衡 连心理都会健康 所以有些这个精神观能症 像现在有些压力大的 它会这个忧郁症啦 对 什么躁郁症啦 各式各样的 它都会 有很好的一个平衡效果 所以原来练了这个平衡之后 可以让身心灵变的更加平衡 对 那我们在一般人在练平衡的时候啊 什么是最好的时机点 要怎么样来练会比较好 嗯 第一个那个 什么时候都可以练 基本上是这样 any time anyway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休息的前后练效果最好 休息的前后 对 一般来说我们的 一般的民众啊 一般的时空时也的休息 就是靠那个 睡觉嘛 那就是睡眠的前后练 效果最好 那 呃 睡觉前练 它是由动 入镜 先练完平衡 好我们的习惯是这样 练练平衡功 练完之后 好稍微近站一下 好如果有时间我们再静坐一下 好然后再睡 你会发现你的那个睡眠品质 非常的好 真的喔 对会好睡 这个很棒耶 对对然后睡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刚 有时候我们这个睡不饱起来 不是会有种 这个睡眼心中吗 会会会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 稍微坐一下 然后再起来练 由进入洞 然后练着练着 哎觉得哎 精神好 这个时候再去那个上班 你会觉得一整天 精神都蛮好的 神清气爽 对对对对 然后中间的话 呃大家只要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啦 或是四五点五六点下班的时候 如果能够再练一趟的话 效果会更好 就越练多次就越好就对了 对对对对 嗯那这样子的话 大概每甩一次 大概要甩多久 呃我们是以十分钟为一个单位啦 我们李凤山师傅有一句话 就叫做这个 每日十分钟 十年不得了 哦是 那如果要能够 本来就是健康的人 能够保持健康的话 最好能练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所以每天如果能练三十分钟 那个三年就不得了 哦哈哈哈哈 以此类对这样子加上去 好谢谢教练今天这么深入的一个分享哦 所以呢 每天勤练平甩功啊 一开始只要十分钟 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呢 透过简单的平甩呢 就可以让你的身心灵更加健康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赖教练的分享 不客气 好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多多按赞 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好拜拜